就看见桥上站了好多人 跟那围观走过去一看 都往那个冰面上扔砖头或者石头 走近一看才发现一只鹅在那个冰面上趴着 本来以为它是在那趴着玩的 后来才发现它的脚在那个冰的下面 就是它被冻住了 看到这一幕感觉它的呆呆傻傻的样子好搞笑 既然能被冻住它自己都不知道 而且也没有办法逃脱出来 然后就看到有人就在那想办法救它 毕竟那冰还不能承受人的重力 然后后来就有人拿着一个长棍子去捅那个冰 后来确实把那个冰弄开了一条道 然后就站在那个桥上扔了一个绳子 然后就拉住那个鹅 准备把它给拉出来 被救出来了